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士多猫TV 我是Alan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发觉到台湾的新闻媒体很有趣的现象 在分享之前 让大家看看一幅画 这幅画是VA王sir帮我们画的全家幅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有一幅漫画的全家幅 而且是这么漂亮的 为什么VA王sir帮我们画了一幅画呢? 因为我们之前请了他来我的家吃饭 他就画了一幅全家幅送给我们 再说说谁是VA王sir VA王sir其实原本是一个香港的试艺科老师 因为在反众冲期间画了一些反政府的漫画 让政府说他先动手法情绪 他现在就被迫流亡台湾 他有时都会很想念家 也想在家里的家常变化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艺术project 想在台湾本地人的家 又或者在台湾住了很多年的香港人的家 吃餐家常变化 要不要听他就会帮大家画一幅漫画送给大家 如果有台湾人 或者在台湾住了很多年的香港人 都想邀请他来你家吃餐家常变化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Facebook 透过IG去联络他 详细的资讯我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在资讯栏看到的 我来到台湾几年了 我发觉台湾的新闻媒体 那些社交媒体有些很特别的现象 都挺有趣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台湾的新闻的留言里面 是会有众经团这件事的 特别是有意外有人过世的新闻 下面就会有一大堆南亚阿里陀佛出现 可以那个数量是多到千多二千个 南亚阿里陀佛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慈悲心 很好 就是见到有人过世 大家都会为他念句经 去到超道 去到祝福他 如果你是刚刚那个新闻出现的时候 有时会见到有人留言 众经团即将抵达现场 然后过了没多久 下面就会一大堆南亚阿里陀佛不停出现 我觉得有时这些众经团的留言 是会洗走一些有建设性的留言 譬如有时有些工业意外的新闻 下面有些留言讨论 究竟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怎样可以避免 大家可能有些建议给政府 或者相关部门再次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那些讨论很多时候会被众经团洗走 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些众经团的留言 可以是回复第一个众经团的留言 就最好了 就是所有南亚阿里陀佛 在同一个留言板里面 就不会洗走那些比较有建设性的留言 第二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在一些比较无关痛恙的新闻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明星的八卦新闻下面 那些留言是完全跟那些新闻无关的 很多人就会贴它刚刚吃了些什么饭 譬如这个是我吃的排骨便当 我刚刚开了这间咖啡喝咖啡 有些人就会贴它自己的宠物上出来 这只是我养的猫 可以不可以吗 我养的狗可以不可以吗 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些新闻太无谓了 所以就去这样来做抗议 这个现象是很有趣的 VPN是虚拟私人网络的简称 可以令你更加安全丝密地上网 可以隐藏你的IP 加密互联网使用流量 黑客就不会容易追踪 和导取你的个人资料 Surfshark的VPN有Keymail功能 它是帮助阻挡广告追踪器 恶意远看和网络钓鱼 除了保证上网安全之外 你还可以用来转地区去看剧和网购等等 Surfshark是唯一一个VPN 全球100国家都有视伏器 而且是不限使用的设备 你全屋所有的设备都用同一个设备去使用的 现在用我们的PomoCooks MaoTV就会有特别的优惠 和额外三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限 如果你有充足使用的 我们InfoBox 里面有连连 你点击去登记就可以使用的了 第三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很多时候台湾的新闻媒体 报一些比较无关痛恙的新闻 都发到很大 甚至可以报道很多日子 最近台湾就发生了一宗白犯之乱 那台湾人应该很知道的 因为我这个星期的Facebook 所有新闻媒体 从早上到晚上 不停在讨论这件白犯之乱的事件 可能香港人就不太清楚了 简单说一说 白犯之乱就是一班大学生 去一间热炒店吃饭 通常台湾的热炒店是免费提供白犯的 那天那班大学生去吃饭的时候 就不够白犯吃 吃不饱 然后就上网被一声负评这个店家 然后有些人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去声讨大学生 其实一件事就是这样 但我不明白这件事 有什么公共性 可以在媒体上消耗一个星期 即是早上到晚上 不停出白犯之乱的事件 最新状况 校长带学生去道歉 老板又道歉 最后搞的老板暂时休業 不再做 其实我见到的时候 我都不知好拉是好笑的 即是一件没什么公共性的新闻 为什么可以报这么多日 还要找专家去评论这件事 找一些经济学家 究竟热炒店免费吃白饭 是否付经济效益呢 然后就会说很多专家 很多名人去讨论这件事 其实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件这么小的事 可以报整个星期的新闻 反而其他比较重要的新闻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就被这件事去概括所有新闻 其实我和Joyce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已经问身边的台湾朋友 平时看新闻 是有什么新闻媒体你要订阅的 那我们其实订阅了很多 不论任何立场 其实我自己也订阅了不少 就算我订阅了这么多新闻媒体 其实我发觉很难看到 一些国际上比较重要的新闻 就算是国际新闻 都是那些很猎奇式的国际新闻 读些给大家听 都是我最近截图的 帝在哥哥婚礼上 特告白大嫂 抹追你是我永远的遗憾 这个是外国新闻来的 最速飞鱼 0.1秒空中突杀 抢走他手机 烏克兰郑妹药炮 一票傻兵交出座标 下面通通都炸死 通常我在Facebook 看到的外国新闻 都是这种比较猎奇式的新闻 真正比较重要的新闻 反而不是很看到的 所以我现在自己都会订阅了外国的CNN BBC 才会看到外国的比较重要的新闻 通常台湾的新闻媒体 推post 都是推这些比较猎奇式的新闻 可能在这些猎奇式的新闻 就是比较好收视 比较重要的新闻 反而没什么人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些新闻媒体 推这些比较猎奇式的报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 比较好的台湾国际新闻的专业 可以介绍给我 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 让我订阅他们 让我可以看到台湾比较高质素的 国际新闻的报导 以上就是我这几年 对台湾的新闻媒体 以及观众的反应观察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指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同感 如果有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讨论一下 那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希望你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快点到达10万订阅 希望下条影片再见到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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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